但是如果我們要想怎樣走位 而能夠令到客人覺得我們專業 覺得我們是咦? 他有去專長的話 我覺得CS和MKM是一個很好給大家去做的事 是很容易做的事 原因是好像Kip說 對手線 不是因為我們厲害 是因為沒有人做 真的 是真的 我經常都說我們做這行業 這行業的好處是甚麼呢? 百花齊放 任何人都可以在這裡找到自己的平台 但是如果你自己的個人很厲害 例如Kip說 你很忙 或者跑PRC 你很好思數 其實真的不要搞這些事 不要跟我們搶生意 OK 但是反過來 如果你真的未去到那個級別 不是很多客人 我鼓勵大家去試一下做MTF和CS 你會找到 好像Henmy 那樣 這幾年 連年一登報紙 Henmy 但是 其實 他真的不是做得很多 這幾年 他和John 都 有機會爭取MTF的Convention 其實他們三個 經常都是 公司要頭99名才去到Convention 每次我搶他們 有時候 John去到 有時候Henmy去到 Kip自製了一個僅頸 一百一十幾 我覺得 在公司來說 對手不多 那你說 在外面市場上 我們售單 就保證 宏理 如果你說售 corporate 宏理也很會弱的 MPF Sunlight 也很會弱的 OK 那 但是也不是多 真的不多 全行 六七萬人 有多少人做profit 多少人做MPF 不多 做得厲害的 更加不多 因為一邊做 一邊學 他們比較活躍的 做 他們就知道得更快 所以你不要期望 你老師會認識很多東西 我老師也不認識 教不了我 其實我也是不認識的 他們三個加上John 是知道過我很多 但是我 我就是做一個同酬 我就是金牌經理人 OK 我有生意也好 或者我幫他們做這些 做品牌建立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做一下 這幾年又獲獎 但你問我兩人做很多case 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我告訴大家 真的不多 那你說 有沒有公司一起推 有沒有人試過一張case做MDOT 其實我真的先說 2010年 我就是做一單group 就做MDOT 那為什麼不適合呢 我做到之後 我要鼓勵我的同事 真的要相信 對不對 而且group和MPF的好處是什麼 我都說我不認識 我最重要是找個客人 然後找Jack 找Beech 找Beech 去到他們說 我告訴你 我不認識 你去到你說 行行行行行 他們便會說 準備資料我又不會認識 行行行行行 我去你會準備 所以你這檔不認識也不要緊 你找到他們兩個便可以了 行行行行行行 我那一張MDOT 那一張真的找個客人回來 我什麼都不認識 全部都是他們幫我 就做了 如果這麼好的公司 其他公司不會這麼支援你 是AIA才有的 因為我們多數都是在辦公室工作 特別是John 六點下班 晚上下班的做法 不會見客 因為所有客人都是在辦公室 和辦公室探望客人是很理所當然的 當然 公司有兩種 其實現在來的公司 給大家知道 1月1日開始 我們會有一個套餐計劃 適用IPOS的同事 最好可以自己出公室 是零至五十人的公司 都可以即時出公室 門審加轉 如果你的客人 本身是小過35歲的人 那些員工 是比市場便宜的 普費 所以我今天告訴大家 就是你們很多年輕 可能你們認識朋友 喜歡創意 他們 如果你們就跟他們說定 買一下 Blo Medical 可以容易留人 我覺得我們是有優勢的 OK 那就這輩子